心有余悸啦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是 从我出生到现在的一个地方这样 其实还蛮难过的 本来温暖避风的家变成围楼 陈肖仙忍不住哽咽 另外开公司快20年的魏先生分享 地震也影响公司的营运 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商 就是我们公司的存货都在里面 因为现在其实进出也比较不方便 行北市中和区连城路 建筑物因为强症出现严重军裂 慈济基金会立刻动员提供及时帮助 四层楼无动 总共20户受到影响 非常感谢我们慈济公德会 提供慰问金来帮助他们 我们想说应基金赶快给他们 因为他们后续要去找房子 前两天就把这个帐篷排好了 祝福有随时有需要都可以入住 双合金丝堂动员近40位志工访式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事件还有慈激的部分来协助我们 其实在让我们一方面是心比较安朗 那另外一方面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去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 刚好就是因为里长那边通知 我们就是有 没想到我们租户这边也可以得到补助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就用餐的感觉是还蛮不错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大家齐心合唱 借由歌声抚慰心灵 更让爱生生不息 大爱新闻周末荣田之中台北报道